大家好我是空菜 天天没事在家刷酵盛啊 今天我们要在家挑战一下用土豆 来制作一下麦当劳的薯条 首先我们先给土豆削个皮啊 去掉皮的土豆直接切成 差不多不到一公分的片吧 再给它切成条状 切好的薯条 给它放到清水里面给它清洗一下 洗出它里面的淀粉 第一遍的水我们给它倒掉了 然后换上清水 加上盐 给它浸泡十分钟 已经泡了十分钟了 给它捞出来 锅内烧水 加入盐 水开了 下锅煮两分钟 像这样有点半透明状 就可以了 捞出来过凉水 过凉以后 捞出来控干水分 用厨房纸 用厨房纸 吸干它表面的水分 放到冰箱 冷冻至少三个小时以上 已经冻了一个晚上了 现在变成了薯条棍了 开始炸了 锅内倒入宽油 锅内倒入宽油 油温大概五成热的时候 直接下锅 不用解冻 刚下锅的时候不要搅动它 就这样放着炸就可以了 完了啊 我觉得我这一锅炸薯条要翻车了 它这个有点好像 砸开了还是怎么的 用我们看一下吧 现在都已经浮起来了 看着好像比刚才好一点了 现在我们给它捞出来啊 现在这样看着好像还可以啊 我们现在让油温升高一点了 油温已经很高了 再下去复炸一遍 炸到这样表面金黄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这份炸薯条就完成了 哎哟 这番茄酱是不是挤得特别的漂亮啊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一根就比较完整的 然后有的像这一个 它中间就有点开花了 本来想做的是麦当劳的薯条啊 一不小心炸成了汉堡王的薯条啊 麦当劳的薯条要比较细一点 然后汉堡王的薯条会稍微粗一点 这个是比较粗的啊 试一下啊 再一下这个 番茄酱 这么明显 相信大家都懂吧 还可以 表皮非常的酥脆啊 然后里面你看 里面的薯肉 还可以看见 可以 其实我觉得啊 吃薯条 要吃这种大根的才贵 对 我刚刚反思了一下 造成这种里面开花的原因 应该是我煮这个薯条的时候 煮的稍微有点太烂了 对 不要煮的太熟了 它应该就不会这样 诶 这个里面开花了 这个 反倒是更脆啊 嘎吱嘎吱的香 诶不错诶 总体来说 我觉得是好吃的 我那两个土豆好像是买了两块钱嘛 做了这一大盘啊 不错 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喜欢控赞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控赞和电带的评论 转发收藏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不错